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再次引发热议 无名被止亏损 王家卫转发微博意图不明 没想到过去这么久了 王一博的无名还能被拉出来朝一顿 事情的起因是某博主发了一个疑似伯纳投资者对话的问答 在答案中明确写着 因为无名的销售费用不足以覆盖毛利 所以导致影片亏损 言下之意 别看王一博及其粉丝将这部电影吹得天花乱坠 然而票房却一般般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这部电影纯纯血亏 本来类似的营销号引战话题略见不鲜 也顶多就是粉丝闹一通 但问题在于 王家卫转发了这条微博 因此网友便猜测 王家卫是不是也在这部电影上栽了跟头 但碍于面子不好说什么 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 这下可是戳到粉丝痛点了 王一博是什么人 内余顶流男明星 如果连电影票房都撑不起来 能叫什么顶流 粉丝痛斥博主没有常识 拿着无名毛利率46%的口号四处控平 例证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杠杠的 电影界有个常识啊 一般要超过电影成本三倍以上 才能算是盈利 无名累计总票房9.31亿 这个成绩也算不错了 但这部电影制作成本就高达3个多亿 再加上上映时正值春节档 宣发费用成倍上涨 所以综合来讲 疑似还是亏损了 别说这个结果粉丝接受不了 就是博纳也接受不了 当时于东 金乔乔等人先后出来发言 暗示票房存在黑幕 自己被阴了等 如果赚了的话 早就开香槟庆祝了 哪里会折腾这么一出 也正是因为无名这部电影 导致电影投资方再一次看 清楚流量明星的人气有多么虚假 疑似致使王一博起码有400多天 没有禁组了 后来王一博更是陷入患了脏病瓜的传闻中 仅有几次露面都化着浓妆戴假发 要么就口罩帽子墨镜齐上阵 把自己包裹得炎炎湿湿 还被粉丝抓拍到手上脖子上都藏了不知名烂窗 这瓜是真是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此事宣扬出去之后 疑似王一博就成了个高风险艺人 其他投资者自然对其避之不及 粉丝与其在这拿着所谓的证据想要说服大家 倒不如劝自家哥哥多努力 多进组拿资源 不然的话 这个顶流的头衔可就有点虚了 当然了 王一博的困局是所有流量明星的困局 因为时代变了 流量已经不再是一块金字招牌 现在不再是整个行业对流量千一百顺的格局 这两年经济衰落 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国产影视濒临片荒 进组难 项目缺 开机了的项目投资者 都能跑路开天窗 由于项目少 优质项目更少 许多咖位相近的演员也要开始共享资源了 流量们依旧可以拿到更头部的资源 但是风险高 业务差的问题 却更被主创们借怀 所以当替代品出现的时候 他们可以毫无顾忌被替换 换句话说 所谓的粉圈顶流 已经不再是剧方争抢的天选之子 有流量是好事 但也只能算作锦上添花 剧组更看重的是过硬的业务能力 能够和同剧组演员良性互动 在不济 起码能做好粉丝管理 而不是在粉丝横冲直撞四处洒泼时 视而不见 完美隐身 坐等收取红利 想想投资方原本亏了钱心里就不痛快 粉丝在一天到晚追着人家骂 给你哥哥鸣不平 人家如果下次再用你家哥哥 那除非脑子缺了点啥 王一博的困局 只有王一博自己可以打破 粉丝所要做的 就是静静等待 不要天天蹦达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家哥哥不是好惹的主 除非你们想看着他继续这样在家里抠脚下去 梁朝伟王一博主演《无明》究竟亏损还是盈利 导演王家卫表态了 近期 电影《无明》在网民间引发了热议 主要关注点围绕着其经济效益 以及王一博的表演能力 博纳影业针对电影《无明》的经济效益给出了回应 而王家卫导演的转发辞举 直接推动了该话题越生为网络热议焦点 首当其冲 电影的盈利状况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电影的票房收益并非单纯有影片的品质决定 它同样受到市场条件和营销推广策略的深远影响 尽管博纳影业做出了回应 但电影的商业成功并不必然反映其艺术内涵 《无明》这一独特的艺术创作 其深远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效益层面 对于王一博的表演才华 应当采取一种客观且公正的评估视角 在电影《无明》中 王一博的演出备受赞赏 他所担当的角色具有丰富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内心 这对演员的表演技巧构成了一定的考验 王一博精彩演绎了角色的演变与发展 电影中清晰的展现 他在演绎角色的过程中 各个阶段都展现出了精准的掌控 比方说 叶助理在初次执行谋杀时所体现出的紧张与生疏 与他后来杀人时展现出的熟练与冷静 这种强烈的反差性演出 清晰地刻画了角色在历练过程中的转变 王一博在与同级别的实力演员竞技中 其表现也同样不舒振 他尤其在与梁朝伟的对手戏中大放异彩 不论是身体动作的演绎还是眼神深度的交流 都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表演才华 他展现出卓越的能力 在与资深演员的对手戏中毫不逊色 成功地传达了角色所蕴含的情感深度和力度 诚然 我们不得不承认 王一博作为一位新兴的演员 他在表演技能的精进上或许还存在进步的余地 然而 我们不能无视他在该影片中付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进步 对于小鲜肉这一群体 公众普遍抱有某种固有观念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新一代的演员在表演技巧上匮乏 王一博在电影《无名》中的卓越表现为他的深度角色演绎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我们还需认识到电影作为艺术媒介的多元面貌 针对同一部电影和演员的表现 观众群体可能会产生多元化的感知和评价 这种差异性是无可避免的 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硬持开放的态度 为新进演员的提升与壮大提供空间 电影的胜利并非单纯依赖于票房收益或个别主演的突出表现 它涵盖了导演的创新视角 全剧组的心情付出 以及影片深层次的主题思想等多元要素 《无名》凭借其新颖的叙事方式和巧妙的艺术表现 为观众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 在评价电影和演员的表现时 我们需要避免狭隘和情绪化的视角 而是采取全面的分析方法 考虑众多相关因素 对王一博的表演能力 我们既要肯定他所展现的优势与提升 同时也要抱持发展性的期待 相信他在未来的艺术作品中会有更为卓越的发挥 至于电影作品 无论其商业收益如何 他引发的艺术探究和热议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期待于未来的影视业 能孕育出众多卓越的创作与展露头角的演艺人才 从而为观众献上更为丰富的视觉听觉盛宴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